OK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這個是第二場的這個比賽 那比賽呢是貝塔杯 的這個高手競技組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貝塔杯高手競技組喔 心海爭霸台灣錦標賽第二屆 那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總冠軍賽喔 這個是最後一場 沒有到最後一場 這是最後一個這個總冠軍賽 然後 是五戰三勝喔 那第一張地圖是大毒會 是我們剛剛上一場地圖 那剛剛第一場呢這個 Mr.Kill呢 這位隱藏高手呢贏喔 那第二場呢是我們ELT 所選的這個地圖喔 那這個地圖呢 是這個廢料處理場 那廢料處理場呢 是一張兩個玩家的地圖喔 那比較重這個 比較重重組玩家 所以呢我們的這個ELT呢 是選了這張地圖喔 對啊那現在呢 就要來看這兩位玩家會怎麼玩喔 這張地圖的這個 兩位的行走距離非常遠 我們看到 如果你 你跟我畫面的話你看 非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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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大家都已經很熟悉喔 那這邊中間有個監視塔 在旁邊有煙霧 然後再上來 就非常遠的這個行走距離 但是呢 兩邊的空中距離 就非常非常的近喔 小心小心 對啊那現在呢我們兩位玩家剛開始 那這個Mr.Kill呢 是在這個1點鐘方向 是紫色的神族 然後我們的這個ELT呢 是在這個12點鐘方向 紅色的異形喔 重組喔 那 欸我還是會有一點毛病 就是習慣叫這個 習慣叫這個什麼 異形 那因為 對啊因為異形呢 新海醫的時候 沒有正式的中文翻譯 所以大家都叫異形 對啊那 對啊 異形比較 比較酷 那我們這個 目前的這個開局狀況都非常正常喔 這個ELT呢 目前人口到14了 還沒有下任何的 還沒有下狗石 然後也沒有下這個分況 所以呢 叫我來看這個ELT要怎麼玩 那我們的Mr.Kill呢 開局也是非常正常喔 他下了一個這個水晶塔 然後下了一個這個傳送門 我們剛剛 最一開始這個ELT呢 有一個小動作 非常非常的這個 精緻喔 就是非常的這個注意細節 他派一隻工兵來這邊燒 這個繞了一下 來看看有沒有可能 那種藏一些這個水晶塔 在這邊做快攻喔 因為在這邊 你要是 你要是這個蟲組 然後你在這邊 這個神族呢 跑來這邊蓋水晶塔 然後蓋兩個這個兵營 那做快攻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蟲組呢 會很難打喔 那尤其是呢 尤其是那個 沖五個那個狂戰士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 所有的加速 全部留給 留給兵營 然後馬上沖五隻狂戰士出來 哇那個真的是很痛 那但是呢 我們這場不是喔 這樣沒有 沒有那種 沒有那個 沒有那種快攻喔 所以呢我們Mr.Kill呢 我們Mr.Kill呢 在這一場 我們大家記得 剛剛上一場呢 在上面的這個 上面的這個 什麼 聖步冠軍賽呢 他是把這個水晶塔 下在下面 然後他把這邊讀起來 然後馬上下了這個惡礦 哇結果他上一場打的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呢他這一次呢 就沒有要這麼做了喔 這對阿 這一張 這一張 在這邊這個部分呢 也是稍微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重這個 神族喔 因為神族在這邊 很難擋這個 很難擴這個惡礦喔 像這個失落神廟呢 神族就可以很輕易的堵住門 那我們現在這個ELT呢 蓋出了他的這個 惡礦 然後這個狗屍呢 已經蓋好 剛蓋好喔 那狗屍剛蓋好呢 馬上就是 欸目前 阿他剛沒有挖礦 沒有挖瓦斯 那對啊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有存錢去蓋惡礦喔 那所以呢這個狗速 速度會慢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這個ELT呢 已經蓋下了這個蟑螂場 那準備要來 出蟑螂喔 OK那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 目前的蟑螂場 也已經到一半喔 然後這個蟑蟲已經出來了 那這邊呢 蟑蟲目前只有一隻 欸目前只有一隻嗎 對啊 沒錯沒錯 只有一隻喔 那我們的這個 Mr.Q呢 現在要看他來蓋什麼 現在呢他在 自己家裡後面呢 蓋了兩個傳送門 喔三個傳送門喔 那難道呢 就是我們的4BG開局喔 那這個呢 是一個標準的開局方式 就是 我們神族呢 打蟲族的一種開局 就是你知道 他 就是打神族 神族打蟲 神族打蟲族啦 是還蠻好用的開局方式就是呢 呃就是 一個這個 傳送門 然後一個這個 機械控制核心 然後就馬上接下三個 三個這個 傳送門喔 你的兵營喔 然後你的這個什麼 你的這個空間之門 也要用加速 大概加速個兩次到三次 來做這個 補兵的動作 那現在呢 唉唷我們現在這個 Mr.Q呢 把門補起來了喔 那補起來之後呢 等一下就可以來做 傳送的動作 那我們的這個 空間之門已經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唉唷我們現在在這邊有這個 哇這邊機械製造廠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水晶塔喔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水晶塔喔 都蓋在這邊喔 那我們的這個 呃 Mr.Q呢 可能要非常的 馬上就會有非常的這個 多的這種攻擊 攻擊的動作喔 那蠻aggressive 蠻這個 有攻擊性的喔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看這個Mr.Q 會做出什麼樣的動作 我們現在這個小狗拉出來了 那我們看 我們這個神族呢 要跑 我們這個神族呢 幾隻的這個燒衛 沒有辦法打這麼多小狗和蟑螂喔 那這個這個兵呢 這個兵的這個狀況 目前在早期來講 算是還蠻不錯的喔 那兩邊玩家呢 就是準備也是快要打起來了 那看看我們的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神族呢 會 唉唷我們現在這個神族 也是在打這個石頭 那我們這上面有一隻蟑蟲在看喔 那已經看到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小狗要來做包圍動作嗎 我們小狗 啊我們小狗呢 繞到喔 那準備要來去這個神族家裡呢 可能要來做燒的喔 那但是我們的神族完全不擔心喔 我們神族呢已經把家裡門口堵得死死的 你看他只要在裡面傳送幾隻這個追獵者 那這個我們的神族呢 就會 還OK喔 那現在我們的小狗進不去 天啊 我們小狗進不去喔 那馬上跑了喔 那這個小狗呢 在這邊硬拆也沒有用了 就是會 會很吃力 我們這個這個石頭會爆掉了 那這個石頭爆掉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神族 啊我們沒有沒有爆掉 不知道為什麼 那可能 可能還是想要稍微等一下喔 OK 喔這個小狗回來了 那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什麼 我們的這個什麼 呃 呃 Mr.Kill呢 有注意到要來擋這個小狗 他裡面就 就傳了一隻這個追獵者喔 蠻厲害的 就一隻追獵者來擋這個門 那我們看這個小狗能不能成功的打掉喔 那同時呢 同時這邊的石頭也是被打掉 我們的這個Mr.Kill呢 可能準備要攻擊喔 我們現在這個 EOT呢 在這邊準備了非常多的兵喔 可能準備要來繞路 來 進行攻擊喔 那天啊 我們的這個分框呢 那會不會打掉嗎 我們裡面的小狗已經打進來了 那這個小狗呢 成功的打到家裡來 那同時呢 在基地的這個 重組的二礦呢 呃 這個Mr.Kill呢 也是 哇這個兵不是很好打喔 這個小狗數量非常非常多喔 你怎麼看都是重組的兵喔 那現在呢 這邊這邊的已經守不住了 那我們的這個 Mr.Kill呢 雖然成功的打掉這個二礦 但是兵沒有了喔 那現在呢這個 呃 Mr.Kill呢 家裡比較危險喔 剛剛不是很確定這邊殺掉了多少的工兵 那我們來比一下工兵數 目前的工兵數呢 呃 Mr.Kill 有在21隻工兵 那我們的這個ELT呢 只有在19隻工兵喔 那 呃 有點可惜 OK 那現在呢 我們看這個小狗呢 就持續了要來進攻 哇這個有點危險 這邊有少衛 那現在我們的這個ELT呢 呃 在這個軍隊上面來講是大勝喔 你看我們的這個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Mr.Kill的兵呢 有 有不朽者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追劣者 然後還有少衛 全部都被打掉了 那現在呢 有點危險喔 現在這邊呢 喔有在出這個 觀察者 就是我們的這個小眼睛 那這個ELT呢 也是 呃 目前在這個神族家裡的 前面盤旋喔 那準備要來 就是 目前是屬於壓制的狀態喔 那對啊 那我們的這個 蟲族呢 ELT呢也是馬上做出了分框 那現在呢 我們這邊ELT的這個分框門口 有開一個洞喔 這邊沒有石頭 用危險 那我們的這個ELT呢 現在要把這個石頭打掉 希望呢 等一下可以 比較有快速的 比較可以有快速的這個攻擊喔 那現在呢 我們的觀察者已經進來了 那看到他有在生惡寶 那看到有 看到對方有在生惡寶 其實就比較不用擔心 你就不用擔心說 不用擔心說